如果真正是跟我们很熟的同学呢 我们可以劝他 也不阻止他 劝他什么呢 要按古人注解去讲 你不只有讲错 如果自己 用自己意思掺杂进去 或者是看到别人所讲的 也掺杂一些进去 错误就很难毙命 古人所讲的 错下一个字转语 多无白事也乎深 讲错一句话了 这个故事 唐朝不让大死 在佛门里头 很有名的一个公案 公案就是古死 拜仗大师上堂 也就是跟大中奖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老人 胡须都拜了个老人 常常来听见 白仗大师很了不起 知道他不是人 是个老狐狸 听得很久 跟大家很熟了 有一天 他提出一个问题 来问白仗大师 问老和尚 大修行人 还落不落因果 他说好吧 你明天来 明天上堂的时候 你提出这个问题来 这个狐狸 前生是个法师 讲经的法师 错说了一句话 就是这个问题 别人提出来问他 大修行人 还落不落因果 他就答复说 不落因果 结果受的果报 这样的出生道 得狐狸身 他得狐狸身 他就修行 修了五百年 狐狸五百年 才修成人身 离不开 脱不了这个出生道 所以他知道 他的错误 所以前白仗大师救他 到第二天 他提出问题 白仗大师给一个字 他问 大修行人 还落不落因果 白仗大师告诉他 大修行人 不没因果 你看 他说不落因果 不没因果 他听得很欢喜 走了 第二天 白仗大师 带了些 学生 带了本机 带了出头 到后山 他让那个老狐狸 昨天的老狐狸 往生了 吵生了 到那去 果然没错 看到那个狐狸 死在那个地方 把他按照 按照出家人的礼节 把他买账 错下一个自尊 你就晓得 开玩笑的 要富英国 这人 第二个问题 他人的一生 究竟为何而存在 这个问题 世尊在经上的答复 就说得很清楚 世尊答复只有四个字 人生 仇业 仇 是仇报 你人生 在这个世间 你为什么到这个世间来呢 你过去造的业 你这一生来受报 佛是这么说的 你是来受报的 所以佛将 所有一切人 这讲人道 到这个世间来 投胎 等人生 两种业力 第二种呢 叫影业 引导你 到人道来投身 这个影业的 过去深重 你曾经修过 舍山无界 我们中国人讲的 能长道德 你做得很不错 引导你 到这个世界来 你的人生 那么第二 满意 满意就是 你到的人生之后 像我世界上这么多人 由贫富贵贱 不同 这是另一个意 这叫满意 圆满的满 叫满意 满意是什么 过去深重 你所修的 是啊 这个大概就是佛讲的三种布施 发布施 这个是财布施 发布施 灰布施 你修的这个 那你修的多呢 你这一身佛宝就大 富贵 长寿 健康长寿 是这种因来的 如果贫穷下贱 那你对这方面 那你对这方面 没修 那真的是 一言一诸 莫非前定 前定不是别人定的 没有人给你定 你自己修 你自己得的果报 一言古报 丝毫不爽 遇到佛法 遇到圣教 你就遇到了解脱的机会了 这个很难 稀有难逢啊 遇到这些圣教 你对于过去今生 你就能了解很多 四世的真相 那依照圣人教诲去学习 不但可以解脱 而且可以啊 大幅度的提升自己的灵性 那么这就是最近外国人所讲的 外国人也讲轮回了 人到世间来干什么 来修功课 这个说法很好 我很赞成 佛虽然没有说是 学功课呢 但是佛法里的确实 让你不断学习嘛 不断提升嘛 你看十三叶道经上讲的 人天法 神闻菩提 远救菩提 菩萨法 无上菩提 这不就是功课吗 确确实实 很多功课要学啊 你都把它学好了 就提升了 学不好 就留急 来生再的人生 是留急 实在修得不好 物业做太多了 就降急 那么这些给西方人 最近所发现的相同 所以人生在世 一定要在这一身提升自己 这个提升呢 要讲到究竟阅满 那确确实实 就是金正法 我会像你 我会像你 我来说 我来说